有约死的吗? 当然,也有人会因为那一瞬间想到了一些人,而放下了手中的刀,停下了向楼下踩去的脚步,但不知道某个瞬间,就又有了那种想法,活着彼此的泪,抑郁症,活在面具里的人。 抑郁症不是想多了,不是想开了就好,不是性格不坚强,不是矫情,这是病,就跟得了感冒,不会因为别人说,想开了就好,而真的就好了。 有些人会选择倾诉,但若没得到周围人的理解,便开始了隐藏,也有的人害怕自己的悲观负面,会让在乎的人不喜欢自己,从而变得更孤单,便开始戴上了面具。 于是啊,白天在朋友面前能笑出猪叫声,朋友圈里也是充斥着好玩好吃的嘻嘻哈哈,等到一个人的时候,便开始了自我疗伤,哭也好,表情木讷也好,都是一个人的事。 把眼泪隐藏在幽暗里,戴上面具会累,终于到了一个人可以摘下面具的时候,又会害怕,害怕哪一天自己忽然绷不住了,不能看了,想放过自己了,就那么去了。 静悄悄的,什么也留不下,也会自责啊,为什么我不会开心,这看似很简单的事情,他们的眼睛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东西,无望,悲伤,灰色,那是他们每个人独有的东西。 这就是有些人会因为创伤导致抑郁,而有的人,根本不能说出这心为什么那样默默地颓丧着,也会开心,但那开心转瞬即逝,有时也会是真的开心,但并不影响其祈祷意外的心,不定时地会感觉心慌胸闷,呼吸困难,浑身无力,心情很忧郁,除了极端的事情,脑子一片空白,对什么都没兴趣,包括以前喜欢的。 说这话的是15岁的王楠,准备升初三的他成绩,从年级前几一直垂直下滑,抑郁症和成绩下落,开始承诺性循环状态,发病厉害时,一晚只能睡两个小时,他担心这样下去,恐怕连高中都让不了,QQ标签是密密麻麻的宇宙第一帅,李米秀也是个看起来阳光的小卡通形象,但他告诉我,如果我做不到去死, 那这样废下去更难,唯一让我不想死的就是我的朋友,有好朋友在关心我,抑郁症不能耗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谢志娟,在公开健康讲座中提到,抑郁症是一种疾病,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,已显著而持久的心境,低落为主要表现的心境障碍, 可分为抑郁发作,恶劣心境,躯体疾病所知抑郁障碍和物质使用所知抑郁障碍,物质使用包括毒品和酒等,有些人感觉心情低落会接酒消愁,但酒可能会加重抑郁,得了抑郁症会显著影响身心健康,社会交往,职业能力和躯体活动等,可能会有自伤,自杀,伤人风险, 常见的情感状况,为情绪,低落,思维迟缓,兴趣解退,消极观念及行为,认为前途悲观暗淡,产生自罪观念和无价值感,自我评价低,常见的躯体症状,为疲劳或乏力,睡眠障碍,食欲或体重改变,各种疼痛等,也有些人,感觉自己是抑郁症,但因为家人对这个词没什么概念,自己又没有经济来源,而耗着, 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,会导致抑郁症慢性化,或者发展为较难治性疾病,只有10%的人得到专业的救助和治疗,如果感觉大多数时间高兴不起来,或者感觉什么都没意思,可以去接受专业的评估,网络上的一些量表,只能用于评估,不具有诊断功能,如果你身边的人不幸得了抑郁症,如果做不到理解, 也尽可能做到不伤害,因为这些人啊,自己痛苦的同时,更担心他持久性的悲伤,会吓走他爱的人,那看起来仿佛能笑出诸教生的面具下,是一颗强撑着的颓背的心,应受访者要求,王楠未化名。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